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還有下一個課題 就是群眾的判斷和表現問題 我每人都知道 所有世界紀錄都是在現場比賽中發生的 不會突然沒有觀眾、練習的時候發生的 因為那個辦法力不夠 但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群體裏面的人的判斷能力高不高呢 簡直說其實就不高 我們下一個研究就是 究竟是告訴你一個拳麥 真是拳麥或是假拳麥也好 告訴你一個拳麥 譬如我們有時留意中知道 未來的講者、未來的嘉賓 是不是他可能有很多學術上 很多的知力上的資格 我相信就是 也不是我相信 很多人由於這樣的話 心理預設是不一樣的 他覺得對方說話可信性強很多 而且會感搏他的機會少了很多 原因很簡單 剛才說過 因為拳比人少 拳比人少 是促成很多社會行為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力量 好了 後面了 第二個研究課題 課題就叫做從中 即是怎樣跟大家走 我講過譬如第一人排隊 我很想排 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排之後做數 更加明顯的 我後面引了所羅門的視覺實驗 最坦白了 對於這樣的現象 對於坦蕩蕩說出來 大家聽過就是三條線 不同長度 ABC 一條明顯地很短 一條明顯地很長 有一次之前做一些古惑招 就說跟阿妹合謀的人說 特別指到某條短又長的話 很奇怪地 只要有人肯跟 每個人馬上 至少有五、六成人 會跟說那個假話 明明ABC三條線 可能是A最短的 CC最長的 只要有人合謀的話 就說 不是 A最長 肯說的話 有七程上面的話 有第二、第三個跟開的話 你慢慢 原來有些被測試者 都會好像被迫也好 不折也好 很勉強也好 跟說 原來就是 跟回大家的說法 這個就叫做從中 從中很有趣 很多東西可以從中 人家說就說 人家不說就不說 我經常懷疑 現在很多社會上的言論都是這樣 我們很怕 其實人不是那麼多特立獨行 不是那麼多自己能夠承擔自己的話 更多是抄 抄就是方便 免得被人認出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從中的一個行為 好 還有沒有性別呢 性別又怎麼影響我們呢 我經常說 當然有 我挺肯定的 我已經觀察過 是不是 如果一個群眾裡面 那個男女數字差不多的話 那當然不太特別 這麼巧 如果那個數字是不平衡的話 很多微妙的東西會出現 例子 是男人為主的一個場合 等幾個女生在裡面 不要小看等幾個女生 我經常說等幾個女生 會激發男性之間不自覺的增紅心 增紅什麼意思呢 不自覺令到她的肌肉動了 它彷彿就是一個預備求牛的反應 什麼意思呢 總之有女生說 強調就是她未必想追 也未必真的有興趣 但她身體不知道為什麼呢 會出現一個分泌好 令到她突然間彷彿要表現自己 這個如果一開始 成年人不覺覺 青少年就很覺了 我只是說以前我教中學 很明顯的 這麼巧的活動 有女生參加 整個反應是很不一樣 那些男生會不自覺地 會表現自己 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效果 這個就是性別相關的東西 好了 又問一下 你以為男和女兩種性別 主要性別或者是 哪一種是異從眾多少少呢 哪一種是相對異從眾呢 跟人意見多些呢 我答案很簡單 其實兩個差不多 越來越相似 但以前的研究 就是女性略多 就是女性的習慣問題 而女性很依賴人際關係 於是乎是不容易得罪旁的人 男性相對是依賴自己 沒有個人判斷的 於是相對沒有那麼異從眾 但我講過了 近年全部都不是 近年數字是拉近了 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社會正在變成 男女角色的分別 不是那麼大 於是自我投射的觀念 都不一樣 於是這個差距縮小了 好了 還有另外一個相關的現象 就是少數相反意見的效果 原來說很簡單 全班都贊成 但一兩個很強烈反對 原來這兩個強烈反對 很容易有個聲火效應 什麼叫聲火療緣 有這樣的字眼 即是說突然間有極少數的人 去堅持立場的話 會創造一個很古怪的效果 那個效果是什麼呢 引致原先的大規模 相信肯定某些事情的人 會產生一個動搖 這個就是很多年前到現在 都發現了一個現象 我們會這樣解讀 似乎是人是 習慣上都是跟大隊的 但是這麼巧 我們會發現一些 不跟大隊的人的話 他們的震撼 帶動我們的心理動搖 是相當強烈的 是這樣解釋 那就再下面講了 那服從呢 服從是怎樣呢 哪些人是相對 是接受命令的呢 哪些人是抗命性比較強呢 這個也是群體中的判斷表現問題 當然你說 我沒有說到 究竟那個位置是怎樣呢 哪些人會服從性強一點呢 當然這個也是很難處理的 但看上去我簡單地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群體上 一般來說 我們會就某些互動場景 譬如一些主持會議的人 主持技巧 他身份地位角色 跟一些的與會人士 互相影響 製造這個反應出來 而服從是我們經常都說的 那怎樣讓人聽話呢 聽話是否純粹性格造成的呢 還是社會情景造成的呢 這個也是幾值得言 然後我後面會多說一些話 好 集體表決和決策問題 所謂的集體表現和決策問題 有一個這樣的字眼叫做社會出眾 有一個叫做社會閒散問題 就是說如果旁邊有人 越多人的話 會令到某些做事效能 增強了這個叫做社會出眾 第二個就是 很多人參與 但是整體效果 反而差了 這叫做社會閒散 就是簡直說 只要有人在旁邊 看著某些東西 出現引致後果 那要怎樣解釋呢 這個就是社會心理學的研究 會這樣說 因為原來社會出眾 有些人會解釋 就是因為是舞台效應問題 他認住有人看就會認真些 社會閒散怎麼解釋呢 就認住了 是分散注意 分散責任的問題 這兩個就是視乎你自己 如何理解一個數字 以及當時處境 沒有一份心理學 可以是特別不望現場處境 就這樣道理 不行 但是我說大體上 我們要解釋 為什麼一多人 有些情況下會變成小束縱 我會這樣說 這個是舞台效應帶來的 為什麼某些人 一集合在一起 會出現社會閒散呢 應該是暫感的分散造成的 這樣說 還有 集體表決 原來有機會說 會變成結黨和兩極化 什麼叫結黨和兩極化呢 我看現在支持和反對聲音 正改你們就知道我講什麼了 即是說原來我們會埋堆 這也是人群體動物的一個表現 麻糬之後會越走越近 還有會認定對方 或將對方妖魔化 這些都是兩極化的一個特別的現象 好了 另一樣東西叫做 跟一個人數有關 集體的人數 如果個都沒有一個合適的程度 應該效能會很低 變成沒有互動 還有那個掌控能力強一些 越主持人 什麼意思呢 我找一個例子會比較明顯 一些人說 是不是越多代表越好呢 這個肯定不是 原來很多研究發現 包括我們講遠一點 就是小班教學的研究發現 最理想的小數人 或者最強的互動的組群人數 是八至十幾個 八至十一二個左右 是最強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呢 政府裏面有內閣 通常是十兩人而已 不會突然內閣幾千人 就不會 因為幾千人反而做不到事 我想說什麼 譬如說 聽到議會 原來全國什麼的代表 幾千人 其實可以想像 這會通常叫廢會 是沒有效能的 因為第一 沒什麼機會被全部人都發現 因為每個人只要發言 一分鐘 某個議題可能要談幾個月 第二次就是 原來過分多人數 反而破壞了一件事 就是參與和積極性 這個也要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良性互動的問題 最近很多研究 一般情況下 多少群體會促成最良性的互動呢 特運是八個 八個到三、四個左右 視乎某些設定不一樣 研究的說法不一樣 但我自己的體會是這樣的 即是假設我自己搞一些培訓 課程 如果班裏面 少於八個人 譬如只有五個人 很多人會害怕 一剩就剩下 沒有人回答你 超過八個就相當好些 因為我會假設八個裏面 總一兩個積極活躍 突然他回答你 會帶動整個氣氛 反應不錯 所以當年 小班教學研究的時候 我們經常說 我們要小班 二十幾個不是叫小班 經常強調 我們要小班 應該是八至十幾個才叫小班 當然政府當年的說法 和現在的說法 都打消了念頭 這個題目就不說了 好了 還有一個叫權力與利益結構 這個很簡單的 即是假設會 一個決策行為 有些影響他的產出 他的後果 就明顯利益和權力結構的問題 即是簡直說 有沒有特別的一個人 是說到事的 很明顯的 他的權力傾斜 很簡單的 十個人開會 但其中那些老闆 老闆的性格是不出聲的 其實就變得很古怪 而那個老闆的影響力最大 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出聲 好了 什麼叫立場和應動 一個會 開到會的時候 兩班人 通常有 或者不是兩班人 很多人各自都有不同的意見 很多時候 就慢慢形成一個現象 就是立場 就向權力、利益糾結 可能分成了幾黨人 慢慢地各自 傾向黨性 很多年前 我朋友都說過 他說 共產黨的私下都是好人 第一 第一 在黨的立場上 他都變成壞人 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話 一風涼話 一痛心說話 但是回到這裡這樣說 我們一開始有權力、利益 而開會裡面 慢慢開始分化 埋堆的話 的確出現現象 我們會跟集體投票 我們不是跟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信任不過自己 我們會就這個 權力同理結構 考慮 支持自己有利的方案 而慢慢地 甚至乎 純粹不是有不有利 是和自己旁邊的人 的投資方向一致 避免造成一個 突顯出來自己一個 壓力 這個都是挺有趣的現象 這個角度 他最終速公開 偶像 偶像 吼 有